請局長 也獲好評 可是事實上您是背負著許許多多 整個執政的包袱上來的 第一個包袱當然讓你第一天就出糗 那就是新聞局其實十分的鬆散 我們在修公事法的時候看到 所有的主管在自己主管業務當中狀況之外的情形 是本委員會面對所有主管部會裡面 唯一讓我們瞠目皆舌的里里拉拉的狀況 所以呢您看到是行政院長一次的口誤 對於失業率的一次的口誤 19年來新低 兩個新聞局長三次比悟做了三次的更正 將局長更正一次把19年先改成19個月 楊局長時代更正兩次 把19個月更正為29個月 又再更正一次把4月失業率更正為3月失業率 這是您的包袱 新聞局的發條是送的 而新聞局相關的主管業務部門 獨立機關中央社 這兩天台北政壇跟台北的媒體圈 傳得沸沸揚揚 有理性的記者 準備要以留職停薪的方式去參與總統的助選 當然 由於媒體界真的傳得甚囂成上 這個案子最後在前天人事令下來 要求他以辭職走人 算是糾正了原初一個錯誤的安排 我們也看到公共電視基金會 他的惡鬥一直到今天 我們突然之間隔了一個禮拜看到新的董事長上台 在無聲無息中來了一個新的董事長 社會冷漠不予以關注 公共電視內部鬥爭的問題 以及他目前停滯不前僵局 也是你的包袱 所以第一個包袱來自於你所主管的業務部門 跟你所主管的業務 這包袱是非常沉重的 這部分的包袱我們只能祝福你 第二個包袱是你的執政黨 目前正在一個民調支持度低迷 甚至於在總統選舉上面 氣勢輸給小英的階段 在這個時候沒有口碑 只好去尋找口號的階段 要用50個字全民徵求來表達政績 不知如何為自己的政績塑造口碑 要全民廣發智慧 跟全民尋求如何宣傳自己 這是你第二個包袱 本席擔心的是 學弟來擔任這個位置 包袱會扭曲你的角色 包袱會扭曲你的本色 這是我在這裡告訴學弟 希望你戒身恐懼 你的第一出招 幸福新聞正是如此 輿論界的反應非常不好 本席希望你虚心接受 我問你 2010年雅虎票選十大新聞 你大概不知道哪十大 你知道雅虎新聞 票選2010年年度十大新聞 第一名 黑襪風波 全民挺淑君 楊淑君的事件 是 這算不算幸福新聞 你怎麼定義 我其實這個顯現的 對楊淑君他個人的努力 從這個部分是幸福新聞 是 但是我們在國際社會上 遭遇的處境的弱勢 任人打壓 無济於事 這個呢 要激發我們更進一步 要激發我們更進一步 所以他是幸福喔 你很會凹喔 好 這是幸福新聞 五都打選戰 震撼彈角局 子彈的新聞 幸不幸福 我都大概不會說 他們是幸福新聞啦 是 基本上其實 那正面還是負面 你說要報道正面 也就是說他報道的內容部分 其實是一個新聞 所以你相當狡猾 你不願意面對 哪一些新聞的評價 這很嚴重 為什麼嚴重我會告訴你 好來 第三名 蘇花斷魂路 梅居煙宜蘭 一個呢 是水災 一個是蘇花路 蘇花公路的這個 這個事件 這算不算幸福新聞 它是一個真的天災所造成的一個 這鐵定不是幸福新聞了對不對 是 要不要報 該不該報 當然 所以幸福新聞要報 不是幸福新聞 你也認為應該多報 是不是 那你何必多此一舉 也就是在今天的 所以我不知道欸 我不知道 學弟你上台以後 你說這個到底一所何止 我相信我所舉的每個例子 即使他是不幸福 你都不敢在這裡回答我說 這個不能報 好 白海豚會轉彎這個新聞 是不是幸福新聞 不是嗎 它是負面的 它能不能報 當然 該不該報 當然 是不是要報 是 對不對 好 然後香港腳的新聞 是不是幸福新聞 政府這麼大會犯錯啊 公園院事件啊 就像是人也會得香港腳啊 是 再度失言 這幸不幸福 我這個不是用排擠的方式 而是說在比例上 在比例上 所以要多報跟少報 所以這種新聞要少報 不 你怎麼回答怎麼錯 不是 真的 你怎麼回答怎麼錯 你剛剛已經說錯了嘛 你說比例嘛 比例的話那附面新聞就要少報 正面新聞就要多報 是不是 不是 也不是 那跟比例又何關 過去在正面新聞的報道上 的的確確可以再多強化 就是這樣 你知道嗎 我們都讀過政治思想史嗎 是 左派的思想家已經明明白白告訴我們嗎 資本家資產主義者 這個社會的剝削者 他們最希望的就是慈善的新聞多一點 正面的新聞多一點 以便於去排擠那些可以彰顯民怨的媒體版面 我們都讀過這些理論 你在 你正在執行這些理論 學弟 內行人看門道 不要執行這個理論 為什麼 我喜歡你的定義 你的定義說 所謂幸福經文呢 你希望 你希望去報導一些新聞 讓民眾 哦 讓增加人民的幸福感之外 你有一個定義是非常好的 可以 報導 讓樂聽大眾 增加其餘 社會的連續 認同的新聞 是的 要增加社會大眾跟社會的聯繫跟認同 是 今天我遭遇挫折 今天我是弱者 今天我有民怨 這個社會如果不疏離 這個社會如果愛我 我當然希望 希望我的失敗 當然希望我遭遇的困難 當然希望我的民怨 社會給我報導 我才認為這個社會關愛到我了 嗯 這才是幸福新聞啊 嗯 所以幸福新聞是什麼 是自由新聞環境之下的真實的新聞 是 不是幸福新聞 我們要的是人民的新聞 是真實的新聞 學弟 借之勝之 好不好 謝謝 本席其實希望你收回 你下指導期的這個行為 絕對不是 其實你有下指導期 因為你明明知道 你什麼都不敢跟我說他不幸福嘛 對不對 我剛剛講今天 今天有報紙報導啊 花博補助35億 可是呢 收購收購工糧欠6億 嗯 這個新聞你也不敢講他不能報對不對 可是他不是正面新聞對不對 所以 局長 本席的意思你應該知道 是 更何況你自己這樣講喔 你自己說自由之家對台灣的肯定 他沒有全文公告的報告裡面 十分肯定我們 是 你自己轉述的 你引述的 你說自由之家說台灣擁有多元且活力的媒體 是亞洲媒體環境最自由的地區之一 是 媒體對於政府政策及官員被指控不當之行為 均積極報導 你說 顯見我國在維護新聞自由方面的努力 備受國際肯定 你承諾 我國將秉持維護新聞自由之一貫政策 這是你講的喔 是的 這是楊永明局長講的 是 所以局長 你在這裡告訴我們 對於你所引述的 你認為我們維護新聞自由是對的 而且你絕對會維護新聞自由 是 然後你說 對於政府政策及官員被指控不當的行為 都應該積極報導 你會信守這個承諾吧 當然 那你就不要去講什麼幸福新聞了 你的另外一個包袱非常的沉重 那就是公共電視 我們認識一下基金會新的董事長好不好 是 是不是 請我們 還要請嗎 請他好不好主席 是 董事長什麼時候履新 什麼時候就任 5月1號剛剛舉辦完 來自於哪裡 我來自於淡江大學 我在淡江大學任就26年 其中五年擔任系主任 其中五年文宣院長 您認為 公共電視 國家的公廣集團 它應不應該以政府政策的 政令宣導者而自居 我想這是絕對不應該的 不應該嗎 對 您認為公廣集團拿政府的錢 它是屬於政府資助的獨立媒體 還是屬於政府的媒體 它是屬於政府捐助的一個獨立的媒體 您信守一定要讓公廣集團 裡面的所有的公共電視 都是一個獨立的新聞媒體 所以你認為政府應不應該 透過修法的階段 對於未來公共電視 它的行政作業程序當中 增加牽制它實施年度計畫的 現有新的修正案裡面 你看過院版的修正案裡面 有眾多的條文 是在未來預算的審查 以及未來年度報告的審查上面 有很多新增的條款 要去增加政府 也就是新聞局 對於公廣集團裡面 對於公共電視基金會的 內部的管制 你對於這一點 你已經進入情況 有看到了沒有 我確實是看到了 你認為呢 我仍然希望 我仍然希望就是 能夠得到院會的 就是對於公共電視本身 提出來的一個叫做 我們公共電視版的一個尊重 那我想裡面其中 反映了非常多 所以你喜歡公共電視版 您不喜歡院版 這個院版我想 對我們的公共電視 這個委員 就是董事會提出來的版本 是稍稍也有一些些出入 但是我想這個需要 深度的再去溝通 董事會的版本在哪裡 基本上來講 他的這個精神 當然是希望 其實沒有這個版本 可是他的精神是什麼 我希望你說完 他的精神 我想是代表了 就是說更多的一些 獨立自主的一個空間 是 本期希望你真的說到做到 好不好 我十分肯定 今天你短短的這個答詢 我給你肯定 好不好 然後楊局長 我給你其免 好不好 幸福新聞真的不太好 我不喜歡 真的錯了 好 謝謝 謝謝兩位加油